嘿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窩窩熊好 那今天這一場我是帶來福田的一個實戰解說 那大家都知道 這個魚豬一直都是福田的克勤 因為魚豬手很大你知道嗎 那個手掌很大 直接一巴掌給你拍下去 你在勇士隊的球場 他在胡倫隊的球場 照樣可以把你刪下來 那這一場的話必不得已 因為我看到有一個慈喪 我本來是想要選潮騎 但是看到慈喪我就有點不太想選潮騎 因為我覺得他如果來守偶的話很麻煩 所以乾脆選一個福田 但要面對到的就是裡面的魚豬 對方是一個魚猴配再加上池上 算是一個蠻標準的陣容 有進攻有防守 那我們家的櫻木從來都不會讓我失望 那這一轉身就看到 魚豬被蟑螂嚇得跳起來 我就大概知道這個魚豬很怕蟑螂 我等一下可能可以直接轉身接個高拋 那這一場我跟櫻木是協調說 我來蓋魚豬 然後他來蓋這個猴子的跳扣 那這邊我瞬間失憶忘記要蓋魚豬 結果猴子一個跳步後側跟上去也來不及 連干擾都造成不了 那我覺得這猴子一開始就後側 算是有點頭腦 因為大概有百分之 78.23567的猴子 憑感覺指出他是會直接衝進去 灌籃的 那這個猴子讓我蠻訝異的 好 這邊嘗試一個轉身速投 但很可惜 不過螢幕爆前下藍板 那這個時候晃了一下 我已經飛起來了 我就知道 哼 魚豬 我贏你了 球直接高高拋起 命中2分 當高砂已經 不是高砂 福田 離開地球表面的時候 一顆星噗通噗通的狂跳的時候 就是啊 靠邊 我忘記 我忘記我要蓋魚豬了 當下我就 你知道 當下就直接失憶啊 那這個阿牧這一球出手感覺有點勉強啊 因為啊 對方的慈善已經跟上去 不過還好慈善啊 噗嚨狂啊 球再還給我 我真的在一個遠高拋啊 趁著魚豬卡隊還沒站穩的時候 直接給他 去苦2分拿下 好 接下來輪到我們這一隊防守了 這時候魚豬上去我又忘記跳了 那這個時候可以看我們家阿牧啊 被猴子不小心露出了一條東西 嚇一跳蹲在地上 櫻木呢果然不會讓我失望 蓋到我這個猴子 那我覺得 我有點慚愧 沒幫他守住這一球 哇 這個時候我起跳慢了 不過這個籃板 還是在魚豬手上 那這一球的話 我又忘記蓋魚豬了 我覺得 我有點糟糕啊 非常的糟糕 哼 我覺得魚豬應該要由我來蓋啦 好 真接球一個轉身 找到旁邊很閒的阿牧 這一球命中 沒問題 比數呢 依舊呢 穩穩維持著一球的差距 那必須想辦法呢 讓對方啊 製造一點失誤 那猴子突然一個轉身 這一球受到干擾 藍板櫻木 櫻木 漂亮啊 搶到了 我當下內心真的是這樣吶喊的 那我多次的轉身發現 魚豬這個老狐狸都沒有反應 我就知道 靠平常挫賽 感覺進去會被蓋 他已經準備好 那我就直好了 飄移出手 滾進去 沒問題 那現在的比分已經超前了 這個時候 我心裡啊 是啊 龍心大躍 阿牧突然愛著小手手 再操掉魚豬再一球 漂亮啊 阿牧 幹得漂亮 幹得好 Good job 阿牧 那這個時候 我選擇再一次飄移出手 那這一球還好 螢幕已經 展毫我腳步 我這邊再一個灌籃 直接灌進去 比分瞬間拉開到了6分差 非常的振奮人心啊 非常的雀躍啊 好像啊 我國小的時候 收到啊 新穎的女... 啊靠邊沒蓋到 新穎的女生啊 悄悄的啊 把一個紙啊 塞在你的手裡 然後跟你說啊 幫我丟垃圾 我跟你講啊 一個輕鬥初開 不是 一個情鬥初開的小男生啊 就算啊 收到啊 一團鼻涕啊 這個新女生 竟然也幫他丟啊 那麼啊 他也啊 非常非常的雀躍 我跟你講 絕對是這樣啊 瞬間啊 我們就只贏2分而已 怎麼會這樣 我突然有點得分慌啊 不知道怎麼辦啊 這時候想說啊 魚豬出來了 呃... 這邊... 好 進去之後 直接一個遠高拋啊 輕輕鬆鬆啊 因為啊 這個啊 福田有分了遠拋跟近拋啊 這個魚豬站位站不好的話 其實也蓋不太到 但魚豬還有另一個 很強悍的地方 就是他的干擾值很高啊 所以有時候 就算他沒蓋到 還是有機率讓福田的球 啪唧一下滾出來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阿姆倫做個假動作 哎 結果呢 被磁場抓到 我這邊呢 接一個 哎 沒人給我嗎 給我球之後 這是一個單手高拋 那這個出手的時間點呢 就蓋的火鍋點 稍微的跟高拋不太一樣 但這個更好蓋 呃 但是呢 偶爾你就是變換一下 對方會突然嚇一跳 啊 這邊 這一球 哎 我已經想到要蓋 哎 漂亮 彈得出來 櫻木再強掉這個籃板球啊 水啦 那這邊 阿姆晃了一下 我直接小人物 走路上籃命中兩分 這一招就跟猴子啊 跳步 然後接一般上籃是一樣的感覺 有時候會真的啊 抓不準那個時機點啊 那這一球 哦 可惜 我們都被彈開啊 不然的話 我本來是打算 要去蓋爆這個魚豬的啊 我已經來意識到啊 這個魚豬必須由我來防守 然後這邊一個轉身之後發現 嗯 沒有人理我 阿姆又是個礦位出手機會 漂亮 時間剩下最後的一分鐘 時間一點一滴滴滴答答再流逝 對方心裡相當的慌張啊 那這時候池上想要出手嗎 不可能 那這一球猴子來了 櫻木再給他蓋下去 哇 這個撲球很好奇 沒搶到 那這一球傳給池上 我趕快跟緊到他的面前 呃 魚豬這一球沒機會 猴子後側 嘎 沒剛撩到 怎麼會這樣 我都看到他後側啦 不過啊 至少我們把時間拖完了 我們是這個有優勢的一番啊 拖時間對我們來講 比較有力 哎 這一個帝王分球 直接騙起魚豬啊 魚豬拜拜啊 我呢搭配這個阿牧啊 我就是阿牧很聰明啊 他一定已經看到我了 他看到我想要使出啊 超級空階啊 所以呢 用了這個帝王分球 直接騙掉魚豬一個大招 這個畫面非常非常經典 這個阿牧非常聰明 幹好 那我這邊再一次使出嫖技兩 再拿下兩分 啊 你看面對到魚豬我突然覺得啊 根本就白擔心啊 哼 哼 這個魚豬不是傻瓜 他是會蓋的 啊 你蓋我 我也蓋你啊 終於有一球被我守下來了 阿牧這邊再一個帝王分球 我直接溜進去不辜負他的期待 把他期待割一割啊 好 啊 現在呢 這個魚豬一定相當慌張啊 我們直接領先8分 啊 這一球 干擾 藍板 漂亮 又落在我們的手上啊 阿牧呢 這邊呢 哎哎哎 櫻木 直接被徒手扒下來啊 那這時候呢 哎呦 阿牧這邊呢 又是一個帝王強頭啊 但也不知道是不是帝王強頭啊 但是因為魚豬啊 離他的這個面的位置有點遠 啊 所以呢 他這一球呢 是沒有被蓋到的 哦 這個池上同樣身為大前鋒 直接把我球搶走 猴子這邊晃了一下才使出慢扣 但沒有人被騙耶 我們家櫻木 OMG 球被搶走啦 那時間還剩下最後11秒 放棄掙扎吧 啊 這一球被扣進去 可惜啊 可惜 啊 現在剩下最後的9秒鐘 我呢 是有一個大招在啦 所以啊 再來吧 帝王分球大招開起來 砰子 哭氣一下 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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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殘框啊 直接被轟炸 好了 那 這一場呢 順利的落幕了 最後的比分呢 是 30比20啊 各位啊 看看啊 看看啊 30比20啊 啊 我突破了自己的心魔啊 這個心理的一個屏障啊 那時候一開局啊 我心裡還是啊 亂的一批啊 草泥馬 好了 那 差不多了 啊 這一部影片呢 就啊 到此結束啦 如果下影片就訂閱一下我的YouTube頻道 那麼就啊 下部影片 如果你也是很害怕魚住的人 勇敢的挑戰你的心魔啊 多一點變化 對方啊 絕對啊 會連你的狐狸尾巴一起抓出來 直接啊 讓你沒辦法變成 Super Saiyan 沒有尾巴也是可以啦 好啦 反正呢 就是這樣 拜拜